市長 市長 你這個珠寶的造型怎麼不見 好啦好啦 市長 你還是換了你原來臉線 現在身體狀況怎麼樣 恢復了嗎 我想要問你 你被抄了那麼多天,結果呢 對啊,我們講市長知道你的 你的橫紋肌還好嗎 我現在看他尿已經顏色恢復正常了 然後還有全身痠痛嗎 當然是一定痠痛,痠痛沒好那麼快 我們其他問題 好啦,問政經就行了 市長下午目前藍綠議員說要杯葛你上台 其實我跟鄧副市長說 理性問政,該什麼回答就回答 我覺得可以多一點時間做實質的市政討論 那杯葛是安慰大家時間沒有意義 那你會跟許淑華道歉嗎 該道歉就道歉,所以沒有什麼 所以你會道歉嗎 沒有啦,所以是這樣啦 其實先聲明,那本來是 我跟我們的這種,這算是我們在內部在談 就是說私下在談話,被錄到 不過是這樣啦,我這樣是這樣啦 被抓到就認了,該道歉就道歉 市長,你現在韓國瑜他要去哈佛的閉門演講 現在有一些爭議 你當初去的時候,哈佛那邊有跟你有任何書信上面的邀請 或是正式的邀請函嗎 好問題 這個要問一下我們國務主怎麼排 因為我知道華盛頓都是AIT排的 其他還是我們自己國務主去排的 那這個去貝正清那邊是你們主動提起 還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嗎 坦白講吼,現在突然問我細節不知道 我想等一下叫國務主跟我們講 不過是這樣啦,哈佛大學那個Fail Bank 它主要是一個學術研究機構 所以我常說也還好,就是這種學術討論 他們做一個學術研究機構 他們是有興趣跟不同的人講話 所以這也還好 你當初感覺你那時候在研究去哈佛之前 你的態度也都蠻低調的 是不是也是有保持跟校方的默契 我不曉得 因為基本上它哈佛那個又不太像 像有些傳統基金會或是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 全國委員會 這種比較像是政府的智庫 像哈佛大學那個 我看起來比較接近像那種學術研究大學 就好像我們中研院的什麼歐美所那種 它是比較偏向學術上的研究 我看他就是現在韓國瑜去 就是人才剛到而已就爆發出這個演講的爭議 因為哈佛那邊說是 韓國瑜自己主動有興趣 他們才會去邀的 而且也不是公開演講 只是就是跟你那時候一樣的討論會 我不曉得 因為基本上 因為我 也許我跟美國比較熟 哈佛大學MIT 他們本來就學術研究機構 學術研究機構的特色就是 他就是學術研究 所以你去看MIT的育成中心 跟去看 跟波士頓市政府的育成中心 兩個就截然不同 因為學術中心很強調原創 原創 我那個一看都誤 這個到要變商業化恐怕還很久 可是像波士頓在經營的育成中心就比較務實 因為很快就要能夠上市能夠賺錢 所以基本上慧珍清研究中心 照我看來比較接近學術研究機構 我看一下蔡總統 因為網路媒體說蔡總統在這次初選當中可能退黨 那網友這時候大戰 如果蔡總統退黨他就是五黨籍 跟你一樣也是五黨籍 他認為可以來個蔡柯費或柯菜費 還有一個夢幻組合 你怎麼看 這種消息聽起來都很驚悚 那你覺得他有可能會對答嗎 我跟你講我老實講我昨天講那個 我每次發現說我第一次講的是 這是最接近我心裡變得很不好 第一次聽到說 問我那個民進黨初選 我說我很興慶我不是民進黨員 我知道現在整個民進黨應該焦慮得一塌無塗 到底要怎麼解決 這實在是真的 我現在發現兩黨現在都很焦慮 怎麼國家搞成這樣 我都不曉得 因為新潮流是國家的禍害 因為新潮流現在頻頻對蔡英文逼宮 你有沒有考慮支持蔡英文打擊新潮流 沒有啦 這個還是那句 我很慶慶我不是民進黨 藍綠夾沙現在對你來講是一個危機也是一個轉機 對我來講就是你們做你們的 我做我的 如果退黨的話你有沒有可能跟他們合作 蔡英文或賴清德如果退黨 這個是什麼 這種聽起來就非常驚悚 這才是很難想像 蔡英文有沒有覺得驚喜 不是啦 不要說驚喜 這是驚悚 市場處的無姓代理主民頻頻對下屬爆出口 外界認為說有一點上行下校的感覺 不會啦 那個我很少爆出口 那你之前也對許舒嬅 那個一次而已 拜託 你講他已經對他的下屬說叫他跳樓 我們有那個叫員工關懷專線 我們有那個叫員工關懷消息 就是在處理這個 我叫鄧副市長去了解看看 蔡英文會出怪 阿扁還符合把外就醫的原則嗎 你怎麼突然跳催掉出來 有什麼全因後果 因為您之前有承擔他的醫療小組的招集人員 這個這樣啦 阿扁當時的狀況是 我也覺得當時要放出來 因為他真的是 這個就太複雜了 當時他那個樣子真的是狀況很不好 至於說現在 這個就是這樣啦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現在 應該這樣講 該處理的時候不處理一下怎麼辦 好問題 你覺得他現在適合嗎 唉 這實在 我也不曉得 人家發現他自拍的時候手很穩 好了 來 走了 可以了 他焦慮的時候還是會躲 不過他主要還不是在哪 這條小就排回答 內湖的脫嬰事件 現在認定保姆失職要裁罰14萬 那未來要怎麼避免類似的情況再發生 這個還是教育訓練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 像做一個醫生 像這種醫療的東西 也不要聚下節奏 我不曉得那個 像我要看過 因為我自己是專家 你給我那個驗屍報告怎麼看 我就看得懂 因為我不曉得 他驗屍報告有出來的嗎 他們社會局有看影帶 所以 不是 這個要專業 我跟你講 這個做一個醫學專家 那種 那種嬰兒猝死一定要 要報告 不是看影片可以解決 這個還是蠻專業的 所以我覺得這樣 以前常常會看到就馬上下結果 我覺得還是一樣 我們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可被信任的司法 所以還是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好 拿一下 你覺得那個臉 面部朝下長達49分鐘 所以你認為說保姆有可能 這個我知道 趴下 比較容易嬰兒促死症 所以這個 老實講 這個也是很專業 所以如果說 我倒覺得這樣 看看要怎麼改進 變成我們要修改那個 變成叫教育訓練 所以我照顧嬰兒 這還是專業